哈喽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娱乐视频 近年来,随着武侠剧的不断翻拍,可谓是引起了大家的热议 这部由曾顺希、祝旭丹等领先主演的《倚天屠龙记》一上线就引起了大家的围观 可是,由于武打戏的各种慢镜头,以及剧情进展慢,评分也并不太高 不过,新版的《倚天屠龙记》其中也有演员的表现非常好 如今也是掀起了一波热潮,不仅是新一天,就连新版的《绝代双娇》也要来了 这也让大家激动不已 《绝代双娇》是根据古龙同名武侠小说改编 《古一天》、陈哲远、梁杰等主演的古装武侠剧 该剧的男主之一是由古一天担任 他的电视剧《致我们单纯的小美好》所饰演的江城一卷 呈现了国民校草的高冷与傲娇 因此而颇受欢迎 拥有着超高颜值的他,古装也是帅气逼人 在剧中饰演花无缺,也是仙气飘飘 而陈哲远则饰演小鱼二 陈哲远在《树山战绩2》 《踏火行歌》中饰演的鱼英琪表现非常的亮眼 也是圈了一波粉丝 梁杰在剧中饰演苏英 他造型清新,还是比较符合的 他凭借古装偶像剧《双世宠妃》走红 此次出演也是让人很期待 老板最让人记忆深刻的便是范冰冰饰演的铁星兰 和谢霆锋饰演的花无缺 搭档很是完美 而新版的铁星兰有梁敬贤饰演 梁敬贤曾在电视剧《贵中美人》 《大唐荣耀》中作刺一男装亮相 但是他在剧中的扮相却受到吐槽 没有范冰冰的联系 鞭识度极低 大家期待新版吗 好了 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次见 拜拜